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了辩解 川普已经宣布的钢铝关税即将开征 针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301条款调查也将结束 那么今天国会的听证会上议员们都表达了哪些担忧 贸易代表如何解释总统的贸易行动决定 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萧询刚刚从听证会上回来 我们请他来谈一谈有关的情况 萧询您好 萧询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税的这个决定 在美国的国会内部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争议 是有一百多位的众议员曾经联名致信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担忧 那么在今天的听众会上针对这个钢铝征税这方面的情况 议员和这个贸易代表之间用怎样的互动 因为这个征税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后天就开始生效 但是现在很多细节还没有公布 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担心这个 如果要是全面的这个征税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的盟国 造成这方面的影响 那后来那个川普总统在做决定的时候 也开了一个口子说的是可能会有豁免 那先把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是排除在外 因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现在是在同一个这个贸易自贸协定里面 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重谈的过程中 说谈好之前呢这个就先搁置在这里 他们不算在其中 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呢 还有哪些国家可能会被豁免 今天这个莱特希泽谈到了几个国家 那这也算是一个新的信息 那么就是一方面他就谈到说的是 现在正在跟美国谈的呢 就有澳大利亚还有欧盟 还有阿根廷 那么接下来有可能谈的还有这个巴西 因为巴西也是向美国钢铁出口比较 出口占的这个份额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算不上是美国的这个铁哥们或者盟国 那么如果是把欧盟啊这个阿根廷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都算进去的话 这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 那么这个再加上巴西的话呢 其实就大部分的这个美国 占美国的这个总进口的这个钢的这个生产 这个来源国的差不多就覆盖完 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韩国 那么韩国其实在向美国出口的钢铁呢 也占的份额比较大 那么韩国因为和美国之间 也有个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现在也是在谈谈的过程中 所以这个是不是还要再往后延一下怎么样 现在这个目前情况都不是很清楚 那么至于怎么样决定呢 这个莱特希泽说说 这还是要让总统去自己去做决定 那么这个议员呢实际上 表达的担忧主要是在于 一是这个对盟国有没有这个影响 就是关于钢铁和铝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他做了这方面解释就等于说 有这样一个情况 大概是这样子 是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行动 很多都是指向中国的 那么今天莱特希泽贸易代表 在这个听证会上 有没有就中国的贸易问题 发表什么样的看法 尤其我们很关心的是 为什么在 有可能会面临中国方面的报复 而且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美国本土的商业和这个消费者的同时 川普总统还是要坚持执行这样的一个贸易行动 那么莱特希泽有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今天呢实际上从这个 这是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 办的这样一个听证会 明天其实还有一个听证会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 罗斯尔将会去 这个作证 那么莱特希泽今天 在这个 他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 叫Braddy布莱迪呢 他就提到 他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在开场的时候致辞说 说美国这个国家呢 成立就是建筑于在这个 跟贸易相关的这样成立 因为当时美国和这个英国 还有当时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执 他实际上这个 他把这个贸易 放在这个经济自由里面的 至高的地位 他说贸易自由是 经济自由里面最伟大的 而且呢 他说这 把它比作是美国人身上的 基因的一部分 说如果你 现在 现在美国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他说现在美国这个处境 是在十字路口 如果站立不动 或者甚至是倒退 那么呢 等于说就是 把美国人身上的这样一个基因 就丢掉了 那么 他实际上这个话 也是对这个川普政府 在这个贸易方面 采取的一些这个动作 这个关税这方面的动作 被很多人指作 指作是这样一个保护主义的措施 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当然他也强调了说的是 中国的这个 在贸易上面的一些 做法和行为 是必须要去 要向他们提出来 要针对 要逼迫他们做改变 那至于这个方法怎么样 在这个后面的 对 后面的这个议员呢 也从各个方面 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关切也是 主要是在于说 如果你要是招致中国报复的话呢 那议员代表的是 各个州的这个选民的 每个州 每个地区的这个选民的 这个利益不一样 那么 有的是给这个 对农业农产品的 这个关注比较多 有些农业州的这些 现在那个 有一个议员他提到 说的是今天环球日报上 登了一篇文章 带来就是说 中国有意要在这个 达豆进口方面 可能要向美国动手 那么他们也提出 这方面担忧 另外一个 明尼苏达之后的 一个议员说的是 美国现在有很多 这种小电器 已经不生产了 你看Best Buy 百思买 就这样一个 美国最大的电器连锁 经营零售商 它是这样的 非常依赖进口的 相当依赖 来自中国的 制造的这张产品 说如果这样的话 会对它企业 形成什么样的打击 影响 那么这个 他说的是 在过往的 两届政府里面 这个小布什政府 和这个奥巴马 政府期间呢 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去要求中国 做出改变 但是没有见效 他说 你们提出这些问题 都是正确 但是呢 我这个八千亿美元的 这样一个贸易赤子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就是 他有一度呢 这个情绪还比较激动 那意思大概 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的是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 是不是说 你们该舍弃一些 舍弃一些 这个我不能这样子 去做解释 但是呢 他没有具体的 谈到说 为什么要走 但是呢 给人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说 他必须要做 此过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好的 谢谢孝勋今天做科研博士 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好的 谢谢